好 回来就跟你我这个生活但最有关系 如果未来呢 这个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牛肉真的开放的话 到底呢有哪些方法可以做一个辨别 现在听说有一些这个事迹啊 滴上去就可以知道 我们先来看这报道 大块美国牛肉煎得滋滋作响 但是现在却传出可能会开放含瘦肉筋的美国牛进口台湾 仍然不少民众人心惶惶 现在有一种像影片一样的快速检测片 只要滴上几滴肉汁就可以测得出来 到底有没有含瘦肉筋 现场实验看看 在卖场买回来的牛肉先挤出几滴肉汁 滴在快速检测片上 出现两条就是不含瘦肉筋的阴性反应 但是滴下几滴含有培林的瘦肉筋 却呈现出只有一条的阳性反应 有一些肉的话它可能它的 就是瘦肉比例比较高 肥肉比例比较少 那可能就是可能要怀疑 除了快速检测法 肉眼分辨也有诀窍 餐瘦肉筋的肉品 颜色比较暗红 肥肉比较少 没有瘦肉筋的肉品 颜色比较白 肥肉比瘦肉多 医生也坦诚 如果是瘦肉筋累积过量 还可能会出现心律不整 或是神经系统受损等症状 如果我们不小心吃到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会 手会有发抖的情况 那如果严重的话 可能会有心事颤动的情况 其实国外对牛肉 含有瘦肉筋的部位都有规定 干旱肌肉的容许量最高 像是澳洲几乎都没有订定标准 不过在美国韩国 都是允许使用的 各国标准不一 也难以检测 这下子有可能开放进口 民众也只是希望吃得开心 健康也别 受到影响 中间这样品红然 想陪台北参谱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一些方法 做一个检测之外 其实我们来看到 到底这个培林 吃多少以下是无害的 我们来看到这是 这个卫生署 这个是说 现在应该是吃60维克 以下是无害 但我们也请教一下 这个林主任的部分 这个是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 这个建议培林的可摄食量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是60公斤 成人的上限是一天的 是60维克 就是一个上限的部分 好我们如果就这个 大家一般的成年男女 如果一天来计算 是吃一天 男性是137克的猪牛 还有女性是94克来算的话 这样的话 150克含有90ppb的 瘦肉精的猪牛 等于这个乘起来 就是13.5的维克瘦肉精 这小于这个标准 60维克的 好就算这个是60公斤 坐月子的这个妇女 一天如果吃猪肝 360克 猪肾130克 肉92克的话 算一算呢 这也会只吃进去 27维克的瘦肉精 是小于60维克 所以这样看起来 这样一个标准 我们请教一下林主任 这标准看起来 其实就算是坐月子 吃了那么多内脏 好像也是没有事情 事实上这个标准的话 是一个平均值 它是以每天每人 我们台湾人吃多少弱品 来去做计算标准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都无限畅饮 所以事实上 我本身也是肾脏科教授 我们常常在计算 每天每个人吃多少 这个肉类蛋白质 我算起来 一天吃一斤的人 不少 一斤就600公克 600公克 对 就是这个的四倍 它就贴近于 我们所谓的最高上线 所以这个13.5维克 若乘于4 就已经大于60维克 对 所以事实上 这是对一个平均值来讲 所以一些喜欢吃肉的人来讲 可能风险会比较大 刚刚我也强调过 其实欧盟是说 对于有心脏血管疾病人 可能是风险会相对高 所以脚牛心脏血管疾病 脚在严格的几倍 我想就很容易超过了 假如它应该是个高危险群 所以事实上 我们如何避免这些人受到伤害 还是避免说 我们国内养殖户受到伤害 能够双2000其免 就大概要有赖于 这些执政者的智慧 但是事实上 我们糖尿酸肉精一出进来 像美国火鸡也用 我们台湾也发现 鹅也在用 这样吃在一起 这个量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所以这种无限畅饮的店 又这么多 不吃白不吃 吃了变白吃 所以这样吃进来 我相信的话 就里面的话 会有潜伏的风险存在 实在是在请教这个主任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也看到 有一些这个检测的方法 但是如果真的摄取了这个培灵的话 有没有办法自然排除呢 那没问题的啦 我刚刚有提到过 它不会累积 它其实所产生的是 急性期的可能伤害 所以你急性期 万一你本身的话 对这个 本身对这个瘦肉精 本身你就是有心脏血管疾病 你就比较敏感 你很容易就心事 就会心脏心力不整 甚至心事战动 心事战动 我们叫做心脏麻痹 所以算蛮严重的 假如血压要上升 本来你本来就有问题的 你有心血管疾病 会有缺血 已经心脏血管狭窄了 你再加点刺激 会不会产生心肌梗塞 所以算对这一群人来讲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不好的 了解 不过我刚刚听这么多 包括这怎么检测啦 或是说刚刚讲到 这60维克以下的标准 不想请教一下老师 如果就我们一般老百姓 不是那么专业的 听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放心敢吃了嘛 不过我觉得严格讲 学这个学医的 或者学刚刚林教授那样类客人 其实会比较关心人民的健康 是很严格去要求 但其实一般人 平常任何饮食也要注意 你任何东西吃过多 都不是很好吃 说实在 其实我们应该养成 一个健康的习惯 就是说无限畅饮的店 你要给自己畅饮吗 那其实对自己不好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我刚刚听林教授那样讲的话 我反而觉得说 我们应该关心人民的 一般的饮食的均衡 我觉得可能比这个来的重要 那我常常讲说 我们在美国也待过嘛 在美国吃牛肉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 美国受益金对我们的影响 我倒不是说 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影响 但是任何国家 一定对他自己人民健康 是在乎的 绝对不可能不在乎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流于益气的话 那我觉得倒不是一件 那么可怕的事情 那刚刚听林教授这样讲 其实我们应该告诉人民 这个饮食健康应该注意 如果自己有心脏血缓的疾病人 少吃牛肉嘛 很简单就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做到的 我只是认为说 现在以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其实是希望政府 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 你说所谓合理的管理机制说 你的管理机制 你们做到一些策略 比如今天如果真的是 美国人都进来了 我们一定要告诉说 我在美国联合的店里面 一定要警告说 有怎么样疾病人 至少是少吃或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做到这样的管制 我倒觉得应该还可以 是是 好那不过我们也 这个汇集了一些专家的意见 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这个包括了 这是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教授 孙露协 他还讲到 就说 其实售后精是不是开放 但我们也提到 这是政治炒作的一个议题 不是科学的议题 现行二十几个国家 允许培林作为饲料的添加物 定定的一个残留限量标准量 非常低 对人体没有安全疑虑 如果非要用就开放吧 否则农户私下使用其他的售后精 更危险 好这个是一个管制上面的问题 好另外这是台大收益系的教授 赖瘦岁 他也讲到就是说 政府呢 应该开放瘦肉精啊 近几年呢 本土肉品平均1.7% 已经有验出含瘦肉精了 多半的是一些不孝业者啦 偷走私便宜 毒性更强的 这个乙行瘦体素啊 对民众伤害更大 使用一般瘦肉精 只要在限制之内 其实很安全啊 所以我们就请教一下这个林主任 对于这样的说法 就干脆呢 你就是开放 而且做一个合法的管制嘛 你不要让他走私一些呢 更强的这个乙行瘦体素啊 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非常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我们百分之九十几的农户 都非常的乖 而且非常手法 所以造成我们全民的健康 有所保障 你不能因为这样 所以把这整个去开放 你开放了 他还是要用便宜的 便宜是进口的 更贵 你没办法这是两回事 你应该去加强取替他 并不是说 因为我们有少数百分之不到一的人使用 我们开放全部来进来使用 这是两个议题 而且事实上 假如瘦肉精真的完全没有安全固力 我想欧盟也不会拒绝 我想WHO的食品华典委员会也不会有手争论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瘦肉精是会节省成本的 因为他会让这个汁的排余减少 让他不会排泄这个猪粪质量 处理费用减少 他掌弱力增加 减少成本 所以减少成本的前提就是牺牲 你可能牺牲某些健康风险在 不然世界各国都用这么好的药 又没有安全顾忌 所以虽然你说完全没有安全顾忌 这句话是在学理上是不通的 因为这样人家不用记绝 我的农民也可以赚钱 你的农民也可以赚钱 何必大家吵来吵去 所以事实上这种情形的话 不是是没有风险 是有风险 只是说我们如何避免这个风险 还是如何只能降到最低 了解 所以现在像是一些传统市场 这管制上面是不是特别的困难 或者说如果现在到底开不开放 林教授 林主任 您大概最关心的点 应该要去管制的点可能在哪部分 我是觉得当然最理想就像日本一样 他们国内自己自律 他们自己养的猪通通不用 他们自己的人都吃自己的猪 不吃美国猪 美国猪没得卖 美国牛没得卖 他自己就摸着鼻子就走了 也没有什么国家安全什么问题存在了 但是在台湾市场是 对 当然大家一直说仿照日本标准 你看日本人都守华 对不对 你在一开放时候 开放牛不开放猪 牛进来我猪养猪的 为什么不用 很堂堂皇皇的用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国情不一样 而且所吃的 日本人内脏吃得少 不会像我们三不五十天天都在吃 所以实际上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想法去思考 我是觉得应该是做我们实际 本土的风险评估 然后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折衷方案 让大家也过得吃得很安全 让国家让我们整个的利益 都能够有所顾忌 因为大家这个风险是不是还蛮高 所以说你看刚刚你举那两个 这个也都是博士也都是教授 这个也是读乎教授 看法就不一样 那你说政府要怎么提出一个 有公信的东西让人家 当然读乎我是比较相信他 因为这个是食品的嘛 一个是瘦医 那有些不懂的 搞不好有些 你这个宣传瘦肉精宣传多了 搞不好有些人自己 减肥能不能吃 人不能吃点瘦肉菌 肥肉减少一点瘦肉症多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有用瘦肉精的养植物告诉我 那个猪都比较焦躁不安 常常会暴毙 当然他们走私的瘦肉精 当然是毒性是比较强的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都吃点瘦肉精大家都来减肥 不用去看医生了 要结实一点 你的心脏血管要耐得住 所以说现在一般人对这个 知识真的不懂 你说叫我们研究到 像他对毒物这么懂 我们拿来那么多时间 我们年纪也大了 不可能有那么青春去学毒物 那就需要这些毒物专家来告诉我们嘛 那会不会找另外一个毒物专家来讲呢 又跟这个毒物专家讲的又不一样 那我们就无口是从 不过我相信这个内阁 他假如说准备让他开放 他一定要有一套 一套论述出来 说我这一套是经得起检验的 欧盟的那一套可能是不对的 日本这一套还对 他总要有一套 说服民众啊 否则民众会让你过吗 民众不会抗争吗 我觉得非常简短的讲一句话 现在我并不是全面禁止美国牛肉 只是特定的部位带骨的 还有内脏 还有有一些东西不行 对于瘦肉精我们是不许可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现在进口的美国牛肉 都是足批检验 有一些有减出瘦肉精 只是小部分而已 那表示说 很多美国牛肉是不含瘦肉精的 让美国做得到 为什么这个部分要有问题 那如果真的要开放一定的容许度的话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有 有怎么样国际的标准 或者国际会议的决定 或是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 那样子才会把这个问题单纯化 而且事实上国家尊严 跟国家利益也实质上可以帮助到 是 林委员怎么看的 刚刚这个黄委员提到 就是在兼顾国际尊严的部分 你怎么看 讲的两全其美 其实都很简单 你知道欧盟为什么反对这么厉害 其实这里面当然有政治问题 保护自己的农业 对 尤其是法国这样一个大国 他农业对他来讲很重要啊 如果开放有瘦肉筋的这种牛肉进来 对不对 然后接着猪肉进来 那法国怎么办呢 而且农业区的那种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常常都超过都会去 以人口比例来讲 像美国为什么把这牛肉问题 把他那个声音炒这么大 给我们这么大压力 因为农业州的立委 都在比较保守的地方 都可以不断的当选 所以在国会里面呢 要不是当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在委员会的 这个所谓的在野党的 最资深的那个国会员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大嘛 那这些农业地方来讲 当然最重视的就是牛肉 猪肉 可能加上鸡肉这些的外销与否的问题嘛 所以欧盟的东西 我们要完全参考它 有点难度 欧盟可以对抗美国 27个国家 算是世界上很庞大一股力量 我们的对抗能力真的比较小 我不是帮马晋雯讲话 我们有时候不要把自己 当作像欧盟这样的国家 那你讲到日本呢 日本就没有办法像欧盟这样做啊 因为毕竟在全世界的 外交政治的这个版图上 这个光谱上来讲 日本是比欧盟力量要小 力道要小得多嘛 所以我在想 日本可能是 最后我们不得不做了啦 如果说万一我们一定要进口的话 你说日本模式 就像日本模式 像日本这样的模式 就是我们把它标字清楚 当然我们林主任会讲说 我们跟日本不一样 可是我们也不要这样看待自己啦 台湾在全世界来讲 算是非常进步的国家 你如果标记标出来说 这是美国牛肉 这里的时候喊瘦肉精 这是台湾的猪肉 这是台湾的牛肉 没有瘦肉精 那你百姓还是要去买 有瘦肉精的东西吃 你能够怪谁呢 我讲鱼好了 我是专门吃鱼的 我爱吃鱼啦 接着才是牛肉 怪才是猪肉 那鱼也是一样 我在龙组记都验过啊 我身上水晕含量也高啊 可是我还是喜欢吃鱼啊 那意思就是告诉你啊 你尽量吃的鱼不要太大 越大的鱼需要越多的时间去长大 所以它累积的水晕就越多 你吃这个鱼你就吃进越多的水晕 所以我是尽量去 郭委员你还是特别去量这个含鞏量 当然不是 当然我去量啊 你爸好像比较少量 对啊 对啊 伟员嘛 我们主要像林主任这样 多帮他们找一些生意做 所以我去买鱼 我就尽量买小一点的 然后也会告诉你 哪样的鱼比较容易累积到水银 哪些的鱼比较水银含量会比较小 那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去做的 让百姓农委会让百姓去了解 那百姓只要做选择 就像香烟一样嘛 其实你说毒 我看香烟比瘦肉精还更毒 可是香烟上面有标明啊 所以你抽这个香烟 你就容易得癌症啊 那你还要去找死 像我就不敢抽烟了 那你还是要找死 那你活该 像如果瘦肉精来讲的话 这边标美国牛肉有瘦肉精 台湾的牛没有瘦肉精 问题是我要请教 本土有多少牛肉可以让人家吃 你有多少牛肉嘛 你看那很多牛肉其实不是本土的嘛 可能是别地方来的嘛 可是至少你标出来了 那让人民做一个选择 我看一个社会啊 政府啊不要万能 也不要说我就要决定你的生意识 政府所能做就是说 我把充分的资讯给你 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去负责 我认为这个才是比较简单的 但对我来讲 能够不开放瘦肉精的任何的食物进来 对我来说我倒是赞成啊 安全是无可替代的嘛 对对好 这更多讨论我们先进广告